今天吃完早餐,我们准备换酒店了 这个小酒店住了两天,感觉很不舒服 不知道为什么网上对它的评价还挺高的 酒店虽然离海边很近 但它没有自己的海滩,这里是公共区域 这里的沙滩很美,海浪也很大 一个浪打过来,海浪就会把海底的泥沙都带上来 对于我这个不会游泳的人来说,在这里游泳,风险太高了 我先生一个劲地把我往深海里拉 但我真的有些怕水,不敢往深处走 看这个浪有多大 不行,这真不是我待的地方 另外我们住的这个小酒店,那个床真的很不舒服 床单也有点扎人 所以住两个晚上,我们就决定换酒店 接下的三天,我们将会换到大的酒店去 我老公太不游泳了 我太怕不敢吃,浪太大 浪就把酒打翻了 我想让我过去过去,喝了一口滩水 滩水都是咸咸的 天已经黑下来了 我太知道了 有人坐在这,好舒服的 凉风吹着街边的小吃 可以试试吗? 蚱蚱蚱 蚱蚱蚱 里面可以看到大海 还有这座古城的遗址 好称的城墙 酒店有自己的沙滩 有自己的游泳池 环境很优美 这座酒店的海岸线很长 靠海的这边有供人散步的小道 也有供人们晒太阳的草坪 活动的场所很大 也很多样型 游泳池高高低低 有不同的深度 也有泡热水的带有冲浪的SPA OK What do you want? 这些木材 哇 这些木材 让我想起来一个游泳 哦 游泳 这些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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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花木材 那些木材 有花木材 那些木材 了 一根木材 它是衣服的 它是衣服 我可以吃 可以吃 我可以吃 謝謝 超好吃 你安裝了嗎 我们最后的这个决定是对的 一定要住在大酒店里 虽然贵一些 但是钱花的值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